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浩天 7月4號是美國的獨立日 也是美國的國慶日 1776年的這一天 大陸會議宣布獨立宣言 美國正式宣布從大英帝國宣告獨立 獨立日本來是個慶祝的日子 但是很多左派拒絕慶祝 因為最高法院在休聽前的幾個裁決 特別是羅伊蘇韋德案、西弗吉尼亞州蘇環保署案 讓他們感到好日子快倒頭了 然而 這些裁決可能只是熱身 在秋季最高法院復庭後 還將審理幾個重大案件 特別是白卡州的摩爾蘇哈勃案 將被視為從根本上影響美國總統大選 和國會選舉的重大裁決 最高法院能夠做出這些裁決 川普總統功不可沒 7月4日 川普發帖慶祝美國獨立日 不過 他對拜登治下的美國卻是痛心疾首 川普在一個帖文中說 我知道我們的國家現在看起來並不好 一場大規模的戰爭在歐洲失控 記憶中最高的通貨膨脹 有史以來今年華爾街最艱難的開局 在歷史上最高的能源價格 而這就是好消息 川普反話正說 並把好消息的第一個字母大謝加以突出 確實 在拜登上台後 川普對俄歐戰爭對美國現狀 對美國現狀極為痛心擔憂 川普接著祝大家7月4日快樂 用了三個感嘆號表達了他對美國的希望還在 緊接著 川普在括弧中注視說 別擔心 我們會讓美國再次偉大 記住 如果我是總統 這些可怕的事情都不會發生 左媒對此評論說 川普在7月4日對國家狀況發表這個評論很重要 因為他正在準備參加2024年的總統競選 之前《紐約時報》還稱 川普會在7月4日這天宣布競選2024 川普痛斥《紐約時報》胡說八道 其實 左媒的這個說法 目的非常陰險 他們以己之心 度君子之父 無視國家的宣敗 卻挑不離間 企圖誤導共和黨選民認為 川普只想自己當總統 不管中期選舉 實際上 川普早就說過 可能會在2022年中期選舉之後的某個時候 宣布他對2024年的決定 當今美國用一名二戰老兵的話說 已經不再是他們為之戰鬥的那個國家 一位100歲的美國海軍陸戰隊老兵 在接受採訪時氣不成聲 他說 為和平而戰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現在他感到非常沮喪 他們曾經所做的 曾經為之戰鬥的 為之所犧牲的 都以富諸東流 我們的國家已經走向地獄 川普總統在7月4日也發出一個視頻 他說 美國的命運就在我們眼前 美國的英雄深植於我們的心中 美國的未來掌握在我們手中 女士們先生們 最好的還沒到來 Нач起來說,美國的情分是在我們的眼前 美國的英雄還在我們手中 美國的下一期是在我們的手中 美國的未來是在我們的手中 確實 好事正在路上 雖然現在亂象重生 但是從最高法院在修訂前的幾個重大裁決 我們相信天象在變 人間的正義在聚集 上週五 保守派大法官們頂住各種壓力 否定了紐約州的槍制限制令 擴大了州對宗教學校的資助 擴大了公立學校職員的工作 可以在公共場所祈禱的權利 並停止兩個州級法院的裁決 這兩個法院否決了州議會劃番的國會選區 要求重新劃定 特別是 在西佛吉尼亞州 駐聯邦環保署案中 判西佛吉尼亞州獲勝 極大限制了聯邦政府自行制定行業政策和規則的權利 將有效阻止拜登政府推行氣候議程 通過這些判案 最高法院把相應的權利 歸還給了國會和州議會 也就是說 還權於民 由民選代表制定政策 更值得一提的是 這些判決給美國政治體系帶來的巨大震動 可能只是一個開始 10月份 最高法院復庭後 接下來是平權法案、投票權和州立法機構對選舉的權利 加州大學爾文分校法學教授李克·哈森說 法院在過去8天裡就墮胎、槍支和國會權利所做的決定 僅此一項就很重要 但如果這些大法官在接下來的幾年裡保持一致 我甚至認為第一支靴子都沒有落下 最高法院可以做出更多的事情來改變美國社會 在節目開始時 我們提到 最高法院在秋季將審理北卡州的摩爾蘇哈布案 這又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案件 那將是阻止左派破壞選舉制度 確保美國回歸的保障機制 下面 我們重點來說說這個案件 上週四 最高法院在判決限制了能源署的權利後 僅僅幾分鐘之後就宣布 最高法院將在下個停期 受理北卡羅來納州的一個案件 這個案件由北卡州共和黨眾議院議長蒂莫西·摩爾提起 訴訟利北卡哈布 簡稱摩爾訴哈布案 這是一個美國最高法院的味覺案件 涉及獨立的州立法機構原則 摩爾要求 最高法院考慮北卡州最高法院 今年早些時候的裁決 這個裁決 推翻了北卡州州議會劃翻的國會選區 如果考慮到2020年出現的情況 這個案件其實是有關選舉公正性的重大案件 該案有望剝奪各州通過法院或者行政命令操縱選舉的能力 在摩爾訴哈布案中涉及獨立的州立法機構理論 該理論認為 憲法只賦予州立法機構改變選舉法的權利 即州議員擁有唯一的獨立的權利來制定本州的聯邦選舉規則 不受州長或州法官的干預或監督 行政官員或地方法院揭露改變選舉規則 這是2020年出現的一個明顯問題 與喬治亞州、賓夕法尼亞州、密歇根州和威斯康辛州等 州的選舉連結有關 在這個案件中 最高法院將要決定兩個問題 一是 各州的司法部門是否可以廢除有關舉行參議員和眾議員選舉的方式 二是 州級法院是否可以用自己制定的法規來取代他們 這些法規基於模糊的州憲法條款 最高法院宣布受理這個案件後 激進的民主黨眾議員AOC顯然非常不安 他猛烈抨擊 稱這是一場司法政變 前總統比爾克林段稱 人們應該感到恐慌 他們顯然害怕 最高法院判定獨立的州立法機構理論成立 州議會 包括參眾兩院都是民選的 如果最高法院做出這樣的判決 同樣是還權於民 畢竟 地方法官和行政官員都是任命的 這種獨立的州立法機構的憲法權力在實際中早已被邊緣化 可能許多議員、行政官員都不知道 直到2020年 川普總統的競選法律團隊在調查選舉問題時 提出了各州議會擁有的這項憲法權力 並要求幾個搖擺州的州議會行使其憲法權力 認證本州的總統當選人 有意思的是 最高法院最初並沒有受理這個重要案件 最高法院博客列出了2022年受理這個案件的時間表 2022年2月25日 北卡州共和黨議員向聯邦最高法院提出緊急上訴 要求暫停該州法院的命令 直到聯邦最高法院可以審理此案 當時 最高法院拒絕了這一請求 但是 大法官塞米爾·阿利托、克拉倫斯·托馬斯和尼爾·葛薩奇 持不同意見 卡瓦諾在撰寫意義和同意書時說 獨立的州立法原則是法院需要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 3月17日 北卡州眾議院議長蒂姆·西姆爾 請求最高法院授予該案的調審令 為該案提交調卷令申請 調審令請願書這種類型 通常認為下級法院對重要的法律問題做出了錯誤的裁決 因糾正錯誤以防止在類似的案件中出現緩曉 6月30日 最高法院批准了副審 今年10月 最高法院開庭後將審理北卡州的這個案件 最高法院對州立法機構問題的全面裁決 甚至可能賦予州立法議員認證本週總統選舉人票的權利 如果法院支持獨立的州立法機構原則 那麼 摩爾蘇哈勃案將又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案件 對美國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目前 在美國50個州中至少有30個州 共和黨控制了州立法機構 如果最高法院支持獨立的州立法機構理論 可能會讓共和黨在更常規的眾議院和參議院選舉中大獲全勝 而總統選舉人票的認證 就可能出現意想不到的情況 州立法機構可以根據本週一人一票的投票結果來認證 也可能由州議會表決來認證 如果共和黨贏得中期選舉 最高法院很可能在2023年判定改案 在保守派議員佔絕對優勢的情況下 摩爾有望獲勝 明年將會很熱鬧 並最終影響2024年的美國大選 除了審理摩爾蘇哈勃案 最高法院在下一個庭期還有已經在審理的三個案子 包括阿拉巴馬州一項新的投票權法案 高檔教育中基於種族的平權行動計劃的案件 以及一個網頁設計師提出的案件 挑戰科羅拉多州的法律禁止歧視同性法 審稱它應該有權利不為同性鏈提供服務 這些案件中的任何一個裁決 都可能成為普通法院中最重要的判例 大法官們決定全部審理 自從最高法院在1930年代推翻羅斯福總統的新政以來 最高法院第一次在一個完整的庭審期 擁有廖民保守派大法官 他們在剛剛結束的這個庭審期 做出了一系列案件的裁決 令保守派人士興奮不已 司法危機網絡主席托馬斯大法官的前法律助理 加利·塞維利諾說 這是在他的記憶中 最高法院對憲法和法治最成功的一個庭審期 大多數大法官即使面臨前所未有的外部壓力 威脅和恐嚇 甚至是企圖暗殺 他們仍堅守原則 履行憲法 他認為 重要的是 最高法院現在能夠受理這類案件 可以推動政策朝著更正確的方向發展 對於許多觀察家 尤其是保守派來說 也把最高法院最近的幾項重大判決 視為川普總統在任內的重要遺產 他努力通過任命尼爾·葛薩奇、布萊特·卡瓦諾 和艾米·康尼·巴萊特 來塑造一個更加保守的最高法院 根據Jazz News的報導 川普的長期盟友、德州總檢察長 坎·帕克斯頓說 我向你保證 川普正在享受 法院做出的其中一些決定 西弗吉尼亞州總檢察長 帕特里克·莫里希也說 他對美國環保署提出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案件 他認為 川普總統在聯邦司法部門 做了一些了不起的事情 但他沒有得到足夠的功勞 穆里希表示 他真的為最高法院鼓掌 他們做出的決定有機會帶來變革 並確保國家行政當局明白 他必須像我們所有人一樣 生活在同一憲法之下 好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